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冠决 误以为将有利于抗中保派 2020年甚至单边押保特朗普连任 现在他可能重掌政权 似乎更强化民进党以美抗中日常 但仔细检验特朗普在总统任内的实际作为 及他的一贯外交思维 在美国优先级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最高目标之下 特朗普拒绝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逐渐回到二次大战后的孤立主义 加上他的重商主义特质 时代杂志将他的外交政策界定为交易式孤立主义 交易式孤立主义对特朗普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即使对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盟邦 特朗普也不假辞色 富兰一场竞选造势大会表明 假如一个北约国家不肯充分承担共同防卫责任 俄罗斯可以为所欲为 他告诉时代杂志 你不肯付钱就请自求多付 假如欧洲不肯出钱 我们为何要他们将受到很大影响 我们之间还有一个海洋 他们没有 同样的思维模式也适用于台海 他过去半年多陆续接受福斯电视时代杂志 及同国专访毫不掩饰对防卫台湾的冷漠 特别是近日针对台湾问题的一系列发言 在太明洋地区引发震荡 首先他主张台湾地区应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 将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兼化为交易 接着质疑继续保护台湾的意义 曾在特朗普总统任内担任国安顾问的欧布莱恩 也在他发表的专文中指出 美国下任政府应明确表示 在预期台湾增加防务预算及扩大征兵制度之下 继续维持对台承诺 懂得都懂 所谓增加防务支出的潜台词就是 向美国采购更多武器 自民进的当局上台以来 台湾地区已经源源不断向美国采购武器与军备 而美国拖欠台方的军购项目 包括之前采购的无人机 一直没到的四针防空 拖式反战车、标枪、导弹等高达8.4亿美元 台湾早已被批判为美国的提款机 但在特朗普心中 这些钱都是应该的 另外特朗普还指责台湾偷走美国的芯片事业 岛内舆论直批 台提建在特朗普这个商人眼中 就是捞钱的金山银山 吊诡的是民进党当局 非但不反驳特朗普的言论 维护台积电的国际声音 台湾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甚至回应说 愿意付出更多责任 并感谢美国经常为台湾发射 这是民进党错误的两岸政策中下的后果 加上赖清德速度公开强调新两国论的说法 放弃两岸和解路线 才给了美国更多空间去操控台湾局收问题 台湾押保特朗普只是买一张 不知是否能兑现的保单 其实还有其他选择 只要赖清德当局能够化解 两岸将局降低台海军事对峙氛围 还需要向美国缴保护费吗 但倘若民党仍迷信亲美反中 主动成为美国的交易筹码 缴再多保护费又有用吗